我们给予服务人员的这种专业 无运的命运 曾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德雷莎修女 一声奉献给印度东部城市加尔个达 并在1950年创立了集集会 印度内政部在声明中表示 他们是根据国外捐款管理法 认定了仁爱传教修女会 不符合接受海外捐款的资格 因此拒绝了基金会 换发海外捐款的许可证的申请 有人认为这是政府干扰当地基督教的手段